- 超級10檔 - 這樣 所以 - 以這張地圖來說 - 或許我們的超級10檔 - 這一個技能 - 一刀率可能會很高 - 可能啦 因為畢竟才20秒而已 - 其實也不好說 - 像這邊Jer就有機會一刀了 - 唉唷 玩得不錯 - 查到地下室啦 完了 - 那邊會玩喔 這邊只鎖一個鎖 - 鎖一個鎖就是會打隱魔的象徵 - 至少知道隱魔的機制是怎麼啦 - 不一定說很會對付隱魔 - 不一定說很會對付隱魔 - 喔 電友炸3台欸 你敢信 - 這就是小學的電友嗎 - 啊 這就是小學的電友嗎 - 喔 傳錯規則 應該傳前面了 - 這邊沒經驗 - 一刀可以嗎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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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壓秒 - 唉呀 可惜 差一點 - 讓我就完成了 - 可惜的 - 尋找甚麼 - 嚇死了 - 可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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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招呼 看到我來了 他...有側身看了我一眼 我還以為防欸 有側身就直接踩那個... 有側身就直接踩那個靈體啊 為什麼要站在原地等 這邊可以直接那個嗎 抓到那個獵物 那邊櫃子被鎖起來了 這邊太衰了吧 那邊櫃子被鎖起來 不然我這邊直接進去他就死了 太衰了吧 這邊點贊怎麼點你 訂閱當下他可以發話 就可以點 也許彎得不錯 硬要壓頭欸這人 出事 一樣 找P1位置 而且這邊還是有夜幕的 所以有機會更好找到 可以嗎?一刀倒 好 好 下一點點 那也沒關係啦 這邊節奏應該也算有打滿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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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獵物看一下換是誰啦 最好不要是P3 啊怎麼是P3 你哭啊 別怪我針對啦 他都放在你身上了 欸唷 心臟很大啊 有點醜 這邊他應該繼續跟我賭心理戰的 可以多活一點點 然後多五十五十一 他直接跑就一定輸 他直接跑就一定輸 安安 怎麼都不是獵物啊 怎麼都不是獵物啊 不急著抓他 他已經發現到我 那我們去偷襲別人 是獵物呢 樓上的櫃子鎖光光啊 我的天啊 全部都鎖的 不給打超主 不知道有人啊 所以我探測了一下 哇他不往回走 這麼勇的嗎 平穩了吧 那我們回去台人 細節用能力探測 因為我知道 附近應該有人想壓 剛剛有看到他 我不確定他是不是 要回來壓的情況下 我還不用能力探一下 這邊就沒得探了 就這台好了 沒得探 你還敢偷修 不怕我追你 是不是 結果我們的一刀一次都沒用到 看來我對於 隱魔的成功上 那種能力還是有點太有自信了 只能說20秒是真的爛 20秒是真的聊勝於我 好 只要去逛啊 這樣就可以找到最後一位了 我把他躲跪了 所以我們盡快抓去過 安安 好吧 我們就都收一收吧 其實他 他 可能比較少打硬膜吧 其實我的隱魔打法很容易被觀察出來 就是 我一定會按能力 我的玩法是一定會按的 除非我知道你是超會玩的 不然 以初見來說 我的玩法是我一定會按的 我就是賭你怕我 也證實了很多玩家是真的怕你不傳送 但 有些人就真的不怕 他就是賭到說我一定會按能力 所以他就故意走我臉上 因為我的玩法也是都會等一拍的那種類型 也是賭你說你會怕我 我的玩法就是我一定賭你等一拍 然後等完那一拍之後我把他殺你 所以其實要嘛低一點直接衝我 要嘛是直接衝我臉上 這兩個人都會贏 我 那個血噴的太高了吧 那個血是怎樣 噴的一個超高的耶 超誇張的一種 謝謝 謝謝